先看阿吉的這個攻擊 這個在人縫當中 這個finish非常的重要 其實就是看我剛剛提到的 日本的小侯尾 不只外線準 這種籃下的一個放球的時間差 他們也拿捏得非常好 所以阿吉他真的也是能夠去 在球場上生存這麼久 他的進攻端的能力 其實在切入放球 以及外線的投射當中 都是非常有水準 對 小個子特別有節奏感 就是忽快忽慢 林俊吉速度快 雕酸出手把握度高 Early Offense快打戰術時 在右手轉攻階段 剛過半場 處於5對5的對陣下 趁對方防守還沒完全就緒時 通過簡單配合 如脫尾掩護 Drag Screen 及早抓住機會得分 這種打法能把阿吉的優勢 發揮得淋漓盡致 在後場 勇士就來做一個壓迫 比賽已經剩下不到5分鐘了 阿吉好球 大逼拿到 剛剛在外圍的空檔 李凱燕其實空檔非常大 很可惜沒有把握度 林俊吉 在45度腳發炮 對 常常還是他一貫的打法 就是一旦有這個游手轉攻 就是不斷地去草籃框攻擊 哇 林俊吉一開始非常活躍 用眼神做假動作挑籃得分 剛剛好的攻擊手 這球才不會先放掉 李凱燕 一樣給足身體對抗 所以大逼的眼神 比方重要了 又是一技 來了 新竹KD外線出手 力道大 加瑞趕投就是好事 這個球的downscreen 把空檔有做出來了 那現在工程師還在 掃清出手的感覺 工程師現在也不得不 把節奏打快 不過因為節奏打快 如果不是好的速度選擇 命中率也不會太高 出到了命中率 那就不能不提阿吉了 不看人的傳球找到比賽 這球沒進 另外這個球場很大的特色 就是重低音喇叭 對 阿吉 攻擊力跳投也得分 還好勇士對這一波的 進攻的效率相當 哇 林俊吉沒有人能阻止他了 我的天啊 阿吉還真難手 對 他完全不會畏懼到你的高度 很刁鑽 對 哇哦 這個真的難手啊 大哥有心動了嗎 有心動有心動 好 所以下一次的這個選訓會議 絕對會把阿吉列入討論 好多分 頂到 這個選訓會議 很不太快 可以對 兩點 一半 就是 感谢观看